停課標準剛出爐 雲林縣長張立善 全臺第一不跟進 怕的是國小孩童 沒疫苗保護力 十二歲以下的孩童是完全連失打率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一個地方 目前染疫停課標準 大專院校 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細鎖的停課 全校才會停課 至於高中值以下 同樣是三分之一 或是十個班級停課 全校才會跟著停 不過中央地方意見不同 新北桃園高雄決定跟進停課標準 高雄市也建議中央 讓十二歲以下的孩童打疫苗 基隆市則是仍在考慮 反對的目前有雲林縣台中也發聲 不過停課總不能中央地方不同調 學校學生上課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人數的參與 那所牽動到的 尤其是包含到學生的受教權益 還有連動到家長的相關作息 政策總無法面面俱到 只能把影響降到最低 我們只能照著政策走 但是在於這個所謂的這個受教權的部分 我們還是說能夠照顧到學生為主 最新停課標準出爐 而且已經在十三號開始正式生效 對學生的影響還要再觀察 新新聞 賴一軒 洪偉濤採訪報導